刚刚过去的2017年 共享单车席卷了全国的各个城市 经过一轮野蛮的扩张之后 二三梯队的共享单车企业 陆续爆出了资金危机 过山车市的大起大落 给用户资本和市场 都留下了沉重的思考 这一年共享单车经历了怎样的洗牌 幸存者们又将面对未来的哪些考验呢 重返现场的第二站 我们一起跟随七分之一记者镜头 重回 有着中国自行车第一站之称的 天津王庆驼镇 八个月后再次重返天津王庆驼镇 这里多少显得有些冷清 因为聚集着五百多家中小型自行车企 王庆驼镇有着中国自行车第一站的称号 去年年初面对分治踏来的共享单车订单 王庆驼不少企业敞开怀抱 大量接单造车 然而还不到一年时间 这里很多车企如今已是大门紧闭 从刚一坐的时候 他们下的订单量非常猛 后来说说停就停了 这个车卖不了别人 自由共享 所以说他现在做好大的损失 推上百万的几百万的情况 所以说给王庆驼的这个企业 也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 奥胜自行车是当地第一家拿到生产资质的企业 也是王庆驼镇自行车产业起步的代表 共享单车一军突起 千万订单抛入市场 让原本稳定的零部件供需突然失衡 价格上涨近百分之四十 从事自行车十几年的翟玉池说 去年共享单车造车热吹到王庆驼时 他选择了观望 但即便如此 国内自行车市场的2017年 由于共享单车的兴起到萧条 翟玉池的生意也未能幸免 特别惨淡 惨淡的这个内效 我们每年生产到三到四十万 我们现在几乎就缩碎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反正工人工资能勉强地能维持住 现在我们要是想能够继续坐下去 我们还得要开拓国外市场 王庆驼的中小车企 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一年 同样对于超大型车企 也感受到了这一年的冷暖 去年11月 全球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商 天津富士达集团 与共享单车ofo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富士达不仅划出共享单车生产专区 还进行了特别的人员配置 一般现在时候是六十人左右 然后我们把这条共享单车的这种车型呢 配置为九十人左右 然后就是为了分解岗位保证品质 然后不让工人去那个超复合的去工作 每月可生产百万辆共享单车 富士达目前是ofo最大的供货商 靠着共享单车订单 这家企业可能会提前三年 实现它的五年战略目标 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呢 传统的这个部分 仍然可能应该会维持在 1100万台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产销能力 那么共享单车 今年从三月份开始 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量计划 所以今年共享单车呢 可能会达到900万台左右的销售 也可能提前了三年的时间 完成了年产2000万的目标 然而如今却只有三条生产线 勉强在做最后十万辆 共享单车的伟单 共享单车呢 目前我们主要生产这个ofo 还有hellobike这两个品牌 到现在呢 不管是共享单车经营公司 还包括我们生产制造企业 甚至一些服务运营企业 都在对快速发展过程当中 那些问题进行总结 热火朝天的造车热过后 留下的是大量的过剩产能 在共享单车投放量 最为集中的一二线城市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包括北京上海在内 不少城市宣布禁止新增单车投放 但即便如此 现有的单车该何去何从 也仍然是个问题 这里是北京市海淀区的 一个共享单车临时的停放点 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 把这个占地一个半足球场 大小的空地啊 几乎占的是满满当当 那么这些车辆 其实并不是报废的旧车 仔细看有很多车辆啊 还是非常新的 其实因为在街头上过度的投放 违规的站道 所以这些车辆被交通管理部门 临时收缴到了这里 除了北京之外 在上海 南京 厦门等城市 同样也出现了收缴的单车 堆积如山的场面 面对城市出现的单车坟场 共享单车市场占有率 超半数的Alfo负责人表示 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下一步将着力实现精准投放 第一时间已经跟相关部门在沟通 并且现在其实我们的一些车辆 已经在陆续拉回了 其次在合理投放基础上 我们需要有数据 需要有支撑 告诉我们如何能够让车辆 使用效率达到最高 除了车企投放数量过度 管理不力 业内专家指出 大量单车长期闲置造成资源浪费 恐怕还需要解决城市单车出行 遇到的规划空间不足的问题 共享单车出来最大的挑战 就是对我们以小汽车为导向的城市 发展的模式的挑战 我们现在是小汽车占用空间50% 它给我们提供的负物只有20% 这是不公平的 那么我们慢性交通 如果要变成一个城市的主导方向 逐渐逐渐达到这样30% 40% 你的空间也要跟它配配配 路权要跟公共性 要跟公平性要对应起来 2017年这一年 也被不少人称为共享单车的洗牌年 保守数字统计 随着悟空 丁丁 小兰 库奇等30多家企业 相继爆发资金危机 处于二三梯队的共享单车企业 陆续出现了倒逼潮 以枯其为例 注册用户接近1600万 但目前除了少量消费者 押金退还外 至今仍有数亿资金 尚未退还 共享单车这个行业 是非常烧钱的一个行业 他们可能前期 在投放了相当数量的车辆以后 可能后期的融资没有到位 导致它的企业经营 出现了一些困难 你没有技术的新理念 也没有市场创新的理念 也没有创新模式 你这是跟风 跟风以后 你后来这 你肯定是 那个是吃不了 那个的好东西的 那这是早晚的事情 从赤城黄绿青蓝紫 一起组成共享单车 亮丽风景线 到如今 共享单车整个市场 几乎只剩凹负小黄车 和膜败单车 业内人士表示 行业在洗牌的同时 也进入了精细化运营的发展阶段 不过每个月 城黄两家的运维费用居高不下 也令融资压力越来越大 又急于拿钱的投资人 甚至主动喊话 唯有两家合并 才有可能盈利 对于我们来讲 现在我们依然是在需要去劝说 更多的人去骑车这个阶段 那等我们到开始觉得说 其实很多人已经该起的都骑了 可能开始会把这个盈利 提到这个意识上上来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 我们现在这个 没有说要合并的诉求 我们也觉得不存在合并的基础 就是已经把数量 第一阶段已经走完了 那接下来到2018年 可能2019年 甚至再往后的时期 其实要在后两个阶段 一个是产品上 一个是在效率上发力 眼看合并谈判的窗口期已过 OFO和摩拜双方 都已经紧锣密鼓地 展开了下一轮的融资计划 共享单车经历了一年的洗牌后 幸存者能否熬过眼下这个寒冬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